那我还是用在推特上看见的一个非常让我触动的一句话来开始我们今天的视频 那这句话是说无论是人工智能还是传统的电影制作人 我们都是一样的 我们都是在用光影和动作来塑造梦想创造美 那人工智能出现的本身呢不是为了取代造梦者 而是为了给他们新的视角 给他们新的工具 给他们新的灵感 让所有的这一切呈现出来 让人们觉得更加的舒服更加的新奇 所以说通过这样的一些描述 你会发现如果你想制作一个好的视频 那么人工智能呢只能是工具 那么核心的概念和方法你自己是要有的 我们回过头来说我们今天的主题 怎么才能用阿里巴巴的WAN 2.1这个模型 制作出来让人感觉新奇和光影绚烂的这样的一些视频呢 其实核心呢还是提示词的应用 那如何才能更好的去使用WAN啊 它的提示词呢 下面呢我们先来看一下Webunch的排行榜 那在Webunch的排行榜里边呢 我们可以看到那么WAN 2.1呢目前是排在第一位的 但是呢我之前给大家说过 它有两个版本啊 一个是2025年2月24号的一版 其实呢在1月份呢它出过一版 同样也叫WAN 2.1 那这个主要是出现在通一万象上 那我之前也做过视频啊 对它做全面的测评 那关于WAN这个模型的提示词写法呢 在这有一份完整的资料 大家可以点开这个使用指南 那我们大致呢会发现 它把提示词呢分成这么几类 第一类呢我们叫做基础公式 这个主要适用于AI的信用户 第二个叫做进阶公式 第三个叫做运镜公式 第四个叫形变公式 对于每一个公式的组成 它的一些术语的使用 在这个资料里边呢 都有一个非常细致的说明 所以说呢我们可以用这个来作为参考 来帮助我们生成让人觉得惊艳 和充满美感的提示词 基础提示词呢非常简单 就是一个主体 加上一个场景 加上一个运动 它对这三个名词呢 做了非常详细的描述 这里有一个例子 是一个机甲的黑发古风女孩 然后转身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 非常漂亮的一个效果 那我们通过很多的实例可以看到 那基础的提示词呢 往往呢是一个静态的画面 那么它的动作呢 可能有的会比较的简单 比方说我们刚才看到的这个唱歌的女孩 还有流泪的这个女孩 那大家看到的这几个例子呢 它的动作都非常的简单 当然呢也可以比较复杂 比方说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动作啊 就非常的复杂 这个也是有通义万象来生成的 但是呢这个也属于简单公式 它本身呢也没有运进也没有变形 也没有氛围感这样的东西 它只是单纯的在强调动作 是简单还是复杂 所以说呢你会发现啊 这类视频呢往往要求我们 对于画面的构图要处理的非常的精细 这个视角要比较独特 然后你才能生成比较好的视频 然后呢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二个 第二个叫做进阶公式 进阶公式里边呢会在基础公式的上面 加上镜头语言氛围词和风格化 那重点呢还是在氛围词和风格化 那当你看到这种视频的时候呢 会有明显的一种感觉在里边 比方说你会感觉它是梦幻的 孤独的 宏伟的 包括你知道它是赛博朋克风格的 还是机械朋克风格的 还是我们的古风风格的 那这个基本上都可以有一个比较好的展现 另外呢它的镜头语言呢 重点是静态镜头的描述 比方说你是什么样的景别 是远景中景还是近景 那在这样的视频里边呢 我们可以看到啊 它会有一些非常明显的质感在里头 比方清绿的或者是这种电影质感的 所以说它会重点强调这种特殊的风格 比方这种宫崎骏风格的 对吧 而第三种呢是运镜公式 运镜公式在这里边的镜头呢 重点是运动而不是景别 景别指的是单纯的远景中景和近景 而运镜呢指的是镜头的变化 大家看一下它这个例子 就非常的说明问题啊 说镜头从满屏 古色古香的木质屏风开始 慢慢向左移动 露出屏风后端坐着的古风女孩 然后穿着鼠袖汉服 发起高高盘起 然后进行着线上视频会议 所以说这个也非常有意思 的确是开着视频会议啊 这个人物也是比较细致的 那镜头语言呢 会让整个的视频变得非常的生动 比方像这种镜头的一个描述 镜头摇到这个窗户里边 看到里边的人 另外呢 有一些镜头的描述呢 可能并不是那么细致啊 但是你会发现像这个小狐狸 他本身的动作不大 这个西部牛仔跟着这个火车在跑 包括这种运镜 所以说我觉得运镜呢 是视频里边不可或缺的一个元素 它会让一个视频呢 拥有更多的动感在里边 最后呢 是形变 形变的一般是从A物体变成B物体 所以说提示词呢 是有一个主体A 加上形变的过程变成主体B 然后再加上场景 运动和镜头语言 分威词和风格化 我们也可以看一下他的这个例子 这个是一个黑猫 它变成一个人的过程 那这种变形的视频呢 都会具有梦幻的这种感觉 所以说呢 它在整个的表现方面呢 可能也是比较难实现的 当我们有了这样一份详细的文档之后 我们是不是要自己去写呢 这个是不太现实的啊 因为我们即便看了之后 也不可能写出来特别好的提示词 所以说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这个呢 你应该尝试让大圆模型去写 那大圆模型的选择呢 其实有很多 比方说 ChatGPT 目前也是免费的 比方说Cloud 或者是Gemini 或者是Bitter里边的Glock 我觉得都是不错的选择 那我今天选择呢 依然是Gemini 那下面呢 我们可以直接创建一个新的提示词的生成器 那首先呢 我们把这个名字改一下 我们叫做万2.1 提示词生成器 然后我们保存一下 完之后呢 我们可以写这个System Instruction 这个非常重要 那你看一下我是怎么写的 首先呢 我会沾一堆这样的文本 非常的长 大家看一下 说通一万项 当然我们最好写成万2.1 视频生成模型的提示词 遵循以下公式 那这个就是我们从那个文档里边摘抄下来的 包括这有示例 进阶公式 它的结构是什么 说明是什么样的 然后这也有示例 然后包括运进公式 包括形变公式 那所有的这个里边呢 我就把我需要的这种公式的类型的全部介绍给它了 而且我尽可能的呢 是给了它一个实例的 而所有的这些资料都是来源于刚才我们看的那个文档 然后呢 我会说 请根据我具体的要求来生成 让我们别叫通一万项了 我们叫万2.1 一般呢我们会提一些特殊的要求 比方说 请特别注意 那这注意的点呢有两个 第一个我们需要让它注意 生成的提示词当中 不要有任何解释说明性的文字 在很多的模型 在用的时候啊 就是它喜欢在课号里边告诉你啊 这是主体 然后在课号里边 这叫形变啊 这个是说明氛围感 主要是它为了给你展示 它是按照你的要求去写的 但是我们真正写提示词是不要这些东西的 所以说呢我们给它强调一下 另外呢 这个万这个模型是支持中文和英文的 所以说呢我们就用中文和英文两种语言返回 另外也是方便我们去理解 它这个提示词是什么样的 那一旦写好之后呢 你就可以写具体的要求 那我应该怎么写呢 这个很简单 你可以告诉他我需要做一个什么 让他用什么词来生成 比方说我们写一个在花园中悠然散步的古风美女 这个就是一个你说明的主要元素 然后你告诉他请使用简单公式 然后就可以了啊 是中文的 一位古风美女在花园中悠然散步 这个你写的差不多 然后这有英文的 那基本上就这样 那这个东西它去生成的话呢 这个的确符合简单公式的一个构成方式 那我们可以生成一个 大家试一下 那我同样是使用RunningHub这个平台 来给大家来生成这个视频 大家可以通过RunningHub.ai 进到这个平台里边 然后点击左侧的工作台来 构建你的工作流 可以导入或者是新建 那这儿呢我已经有了 我重点还是用文声视频 然后来给大家演示 那下面呢 我们就看最简单的文声视频的这个过程 我这儿的分辨率是640乘640 不是传统的16比9的 下面呢 我们把这个提示词给它粘过来 这儿你可以使用英文的 也可以使用中文的都没有关系 好 下边呢我们来生成一遍 现在呢已经生成完成了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非常的好看 这个女孩呢 在花园里边散步 对吧 那这是我们的最简单的一个提示词 所以说这个时候主要是要求画面呢 要足够的精美 然后呢我们回过头来看提示词 那如果我现在呢 想让它用进阶提示词来生成 那你可以继续跟它聊 你要注意 大家要避免这种写法 有人说啊 我这儿 然后再粘上 写上用进阶公式 不要这样写 因为你这样写的话呢 你写下来会很费劲 你就把它当成一个顾问嘛 你就直接跟它聊就可以 如果使用进阶公式 然后它会直接给你返回 那这个时候呢 它会有这个更加详细的描述 包括它穿着这个粉色的乳裙 然后有白色的这个披薄 是吧 然后长发及腰 而且这个是在开满牡丹的皇家花园当中 所以说它整个的是一个比较富丽堂皇的一个感觉 是吧 当然的你要是不满意啊 你比方说 我还是喜欢 先起飘飘一点 然后呢 它会根据你的要求再去改 那现在就是两种 第一种呢是在这个皇家花园里边 然后呢 长发及腰 然后浴簪 是吧 就比较华丽啊 下面这个呢 就比较飘逸 那你看喜欢哪一种 比方我们看下面这种 我们拷贝一下 进到我们的平台里边 然后呢 我们把提示词沾上 那再次呢 让它来生成 它生成过程当中呢 我们继续来看这个提示词 它这有个水墨风格 我不知道出来这个效果会怎么样啊 那我们可以让它加一些运镜 是吧 假如使用运镜公式 那这个时候呢 就变成了镜头 从什么开始 然后缓缓拉远向上台 展现一位白色广袖流先群 披着青纱 披薄的古风仙女啊 这个都很难念啊 反正挺好 是吧 看着挺过眼 所以说你会发现 你用这样的方法呢 就能得到你比较好的这个提示词 比方我希望镜头最后是定格在 它这个面部的特写上 所以说呢 我可以继续要求 我希望随后镜头定格在它的面部特写上 然后呢 它就又给你去改这个 另外我觉得这个水墨风格呢 不太好处理 是吧 我不知道它出来是一个什么 比方说我希望它是一种奇幻电影风格的 那你就告诉它你的要求啊 它这写成了奇幻电影质感 这就是我们调整后的一个提示词 这儿呢 马上运行完毕 我们看一下这个进阶提示词 它出来之后的效果 的确这个水墨风格呢 不是特别的好 可能有人喜欢 所以说这个风格的控制呢 也是很重要的 这就是为什么刚才我把它变成了这个什么呀 叫奇幻的这个电影质感 下面呢 我们用新的这个提示词来生成 那这个时候呢 就会有运镜的效果 运镜呢 我认为是整个的这个视频生成里边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 大家一定要注意镜头语言 它生成着 我们继续说我们这个提示词的部分 大家看一下 刚才我们跟这个提示词生成器的一个交互的方式 不是那种 你告诉他怎么去做 而是说你有什么要求让他去做 你要把你自己当成一个什么都不知道的一个用户 把它当成一个专家 而不是把你当成一个专家 把它当成一个助手 你提供的是想法和思路 它提供的是具体的实现方式 这样的话 你用起来才会更加的舒服 另外呢 这个可以直接用视频来生成我们的提示词 比方说我们上传一个视频 之前我已经上传过了 我们找一个 我们看上这个 那女孩在这里边跳鼓 是吧 你说我现在不知道怎么写 我有一个比较中意的视频 你可以把这个视频直接放上去 然后呢 告诉他 请为这个视频生成提示词 大家注意啊 这个是一个进阶公式 一个身穿着浅蓝色的T恤和短裤 白色运动鞋的年轻女孩 留着黑色的长头发 大家看一下啊 就是这样一个感觉 另外呢 你要注意 他用的是超现实主义 然后是一个腐蚀的视角 是一个冷色调 所以说基本上呢 是把这个感觉呢 给他完全描述出来了 然后呢 这个提示词呢 是可以直接用的 所以说这也是 正常提示词的一个方法 那另外的话 当然你还可以上传图片 比方你认为比较喜欢的图片 他也是可以帮你 直接生成这个提示词的 这个马上完了 我们看一下 正常的效果 大家注意啊 这个帧数呢 会对整个的效果 有一个比较大的影响 尤其是对于运镜公式来讲 如果呢 你这个视频的帧数不够 运镜呢 没有办法非常好的 把你想要的动作 完全的展示出来 所以说有的时候呢 你感觉上是打了折扣的 大家看一下 这是一个典型的运镜 这个花呢 还不是一个写实质感的 但是这种风格呢 我觉得也非常的漂亮 它跟刚才那个水墨风格呢 是不太一样的 所以说你会发现 用这种方法生成的视频呢 比你直接写 或者你乱写生成的那个视频 其实质感要好很多 下面呢 我们来看一下仿制的这个 那同样它生成的 我们继续我们的提示词 那么有些公式 你可能不知道怎么写 比方说形变公式 那么你可以提一个 非常简单的要求 比方说以古风女孩为例 以古风女孩为主体 帮我构造一个 形变公式的提示词 然后呢 我们看一下 就是我也不知道 它变成啥 反正我就让它帮我去想 它用三种这个描述方式 把主体A主体B和形变过程呢 全给你显示出来 但是这个是不太适用的啊 所以说呢 返回一段提示词即可 现在呢 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是吧 我觉得这个形变设计的不太好啊 我们试试吧 万一它要比较好看 大家看一下 这个生成的非常的棒 对吧 注意倒影的这个感觉 确实挺漂亮 所以说呢 如果我们有一个参考视频 也是可以让它去生成的 对吧 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形变公式 这个大家不要有太大的期待啊 我觉得不会太好 好 我们声称一下 那另外呢 如果是简单的画面提示词 那大家应该尽量的能体现美感 比方说薰衣草花丛里的一个女孩 是吧 你要找一个非常有美感的画面 才能比较好的带入观众 还有一些手法 比方说你做一个强烈的对比 比方我想做一个 这个女孩在厨房里边千辛无事 那如果你直接去写的话 你得到的可能就是一个家庭主 在千辛无事嘛 所以说这样肯定是不合适的 你可以这样写 一个时尚的女孩 在一个破旧的厨房里切西红柿 那这样的话呢 就是时尚女孩和破旧厨房 就是一个非常明显的对比 那我们现在得到了一个提示词 身穿陆旗上衣和阔腿牛仔裤 戴着时尚耳环的年轻女孩 在一个破旧不堪的厨房里 来切这个西红柿 你可以继续优化这个 我希望女孩淑女一些 就是说她现在露旗上衣 阔腿牛仔裤 有点像小太妹这感觉 是吧 再就变成了身穿白色连衣裙 带着珍珠项链的年轻女孩 然后长发披肩 那你就看喜欢哪一种 这个呢马上就完了 底劲不太好 但是形变的过程是有的 刚才我们也说了 对这个形变公式的期待呢 不要太大是吧 好我们试一下 切西红柿的这个 好下边呢 我们生成一下 大家看一下啊 这个感觉也是非常不错的 你注意切西红柿的这个动作 女孩的这个感觉啊 斑驳的这个厨房 所以说呢 通过这样的提示词生成器呢 就可以帮助我们啊 来生成非常好的提示词 你要注意我跟提示词 生成器的一个交互的方式 当然这个是核心的知识库 这个知识库呢 非常的小 但是呢能帮助我们的提示词生成器 来生成合理的提示词 希望呢对大家有一些帮助 好今天呢我们就说这么多 关注我做一个懂爱的人